中国航天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即将迎来空间站的时代 在我们国家的空间站上 当然也会应用到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电推进技术 它将作为空间站轨道的维持动力装置 这样一来就能够显著降低推进剂的消耗 那么到底什么是电推进呢 它跟传统的推进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现在都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了 我是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说一说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一个作用力必然会产生一个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火箭的推力正是这样产生的 传统情况下 其实也不算传统 毕竟迄今为止我们还都是这样让火箭飞起来的 我们通过在火箭发动机里面燃烧推进剂 形成向后喷出的高速射流来产生推力 尽管这样做已经快一个世纪了 但它却有一个非常难受的缺点 那就是别看火箭看起来挺大个儿的 其实每次只能送那么一点点的东西上天 为什么呢 因为想要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 火箭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极高的速度 你可以想象蹲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 为了在冥枪后的一瞬间让自己的速度比别人都快 他要做的肯定是用最短的时间将自己最大的力量 登向地面 火箭没有推所以登不了 但它有个优势 那就是身上的肉是可以甩掉的 于是这就变成了一个看谁甩肉快的游戏 如果火箭能在越短的时间内甩掉越多的肉 当然所有是开玩笑 你们都知道这里指的是火箭里面装的推进剂了 它就能加速的越快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要是一心之想赢的话 那最好就是浑身上下装的全都是可以烧掉的推进剂了嘛 甚至连自身都可以烧掉或者丢掉的 好了 现在你能够明白了吧 火箭哪怕只是装了一点点对我们而言真正有用的东西 都是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啊 而且你也明白了 为什么火箭非要把自己分成好几节 然后边飞边丢吧 这一切都是为了在紧巴巴的情况下 把东西送上太空 以上就是传统的推进方式 靠燃烧并丢掉化学推进剂来前进 那这样说起来电推进就好理解了 肯定是靠使用电来把某样东西丢掉 然后获得反作用力来推动航天器前进的 一点没错 电推动正是这样工作的 背后的原理依然是连小朋友都知道的牛顿第三定律 这里要丢掉的东西就要小很多了 离子 也就是失去或者获得多余电子的原子 于是好处你大概也能猜到吧 就是哪怕你只背了一点点的燃料 也可以丢上很久很久 于是你就可以不断的加速加速再加速 用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多半听说过霍尔推进器 它就是电推进器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属于静电式推进系统 其他的还有电磁室和电热室 基本原理都差不多 既然霍尔推进器是热门选手 那我们就讲它了 简单说一下原理 在霍尔推进器的内部有一对相互垂直的电场和磁场 用来产生霍尔效应 这也就是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原因了 在它的外部有一个持续稳定的放着电的电子源 它所产生出来的电子 在霍尔效应的作用下做起了绕圈圈的运动 形成了一个环形的电子树 当我们把推进器 通常是多性机体掀器 送入到这个环形的电子树堆里面去之后 这些欢腾的电子就会跟推进器发生猛烈的碰撞 从而使推进器电离 最终在磁场的作用下 这些被电离了的鲜离子加速向后喷出 形成了推力 这样的推力有多大呢 我们拿NASA最新推出的镶嵌了三个环的X3霍尔推进器来举例 这台打破了好几项历史最高纪录的推进器 产生的推力能够达到5.4牛顿 哇这个厉害了 大概能够举起110张80克的A4打印尺 可能比这本杂志还要轻一点吧 这么没劲 为什么大家都还要使劲去研究它 而且我们还要把它装在自己的空间站上面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拿龟兔赛跑来举例 兔子有爆发力但没有持久力 乌龟没有爆发力但能够坚持到天荒地老 传统推进器就是兔子一口气把航天器推出大气层 想要再来一口气对不起没了 加速到此结束 接下来的旅行呢 拜托给各位装着硬力弹弓的行星了 所以传统的远距离宇宙旅行啊 基本上就是一次烤天吃饭的豪赌 而如果换上电推动 当然是要在传统火箭把航天器给推出大气层之后 不要问为什么 你觉得只能举起110张纸的发动机 跟地球盈利打一架谁会赢呢 这可以用很少的推进器来实现长时间的不断加速 在太空中哪怕是一点点的加速都是可以不断累积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能够把航天器加速到一个 不可思议的80万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快的到火星旅行一趟 好了相信你肯定是听懂了 那我们就共同来期待我们自己的电推动发动机 不光是装在空间站和卫星上面 更是在不久的将来会装到我们自己的升空探测器上面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 让你爱上科学